感谢大家在周六的早上来参加数据用学院举行的数据科学公开课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很高兴的邀请到了三位老师分享 在求职避季中学术界与工卫界有哪些区别 我是数据用学院的Celine 那么我们今天在线和明奇老师有数据用学院的Jason Jason老师还有我们的在ATT工作的潘老师 也是在数据分析有超过十年的工作经验 以及我们在Amazon工作的陈老师 陈明老师他也是在这个方向有很深的研究 那么关于数据用学院呢 我们从已经举办了97的数据科学集训营 那么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拿到了很多大公司的非常好的工作机会 那么他们也很积极的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公司中的一些工作后的一些体悟啊 然后包括感受到跟学术界的一些不一样 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在我们的帮助下这些同学们能找到满意的数据科学的工作 在2017年我们和数据科学协会 在2017年我们和数据科学协会Data Science Association联合举办了 讲理合举办多场活动 我来放吧 对我好像没有图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空间 有点空间这样的空间 我的空间 我觉得是一个空间的空间 OK 我们切换一下电脑 好 辛苦所有老师 请你继续 OK 对 这个格式一向不一样了 我们在2017年也有与Data Science Association 几场大型的数据科学高峰论坛 在刚过去的二月 我们也很高兴地和Nevada以及Break Founder 等几个组织联合地举办了 在达拉斯的数据科学协会 像Nevada作为赞助商 Nevada和数据研究学院作为经办赞助商 然后也是很高兴地能给大家创造这个platform 让对数据科学感兴趣的 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那么我们在五月份将会在芝加哥 举办另一场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的这个论坛 在十月份将会在南加举办数据科学的一个峰会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这些活动 这个是在二月份来参与到达拉斯数据科学峰会的一些简讲嘉宾 包括在IBM工作的 这个数据科学家 还有Governize Matis 以及在洛杉矶市政府工作的 这个数据科学这个负责人 同时还有在NVIDIA工作的Alex 然后他们也分享了 因为NVIDIA作为一个在人工智能芯片这边 超算芯片这块非常成功的家公司 他们也分享了他们在这个协助和辅助 各个人工智能芯片科学公司中发展的一些贡献 那么首先呢 我们现在就邀请我们在IBM工作程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survival in genocide的一些理解 大家好 我是在亚马逊工作的rescientist 然后呢我在这边工作了两年半 然后呢本来intern也是在亚马逊工作 后来intern完了之后就直接在亚马逊继续 然后呢整个在亚马逊待了有将近三年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吧 就是怎么在这个data science的领域 那在data science就是说我自己一些经验 如何去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去做好一些data science的project 然后怎么去让自己的career比较快速的成长 最核心的所以今天的title呢就是survival in data science 这个题目很大 并不是说这是一个golden rule for anyone 就他不是说it is true for everything 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这些经验呢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也是biased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些东西帮助我 可以很快的ramp up公司里的project 然后可以connect with others 然后呢把我的项目做出来 然后才会有巨大的impact 所以我就把这些部分一步一步的说一下 然后呢看看有什么可以讨论 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首先去公司的话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项目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untrust的机会 它会让你自己产生confidence 就是有自信去做好以后的每个项目 同时呢也会让别人知道哦这个人的水平还是不错的 可以相信的 所以第一份工作第一份项目的话一定是尽可能的要做好 而不能是失败的 因为呢如果第一印象不好的话对别人来说的话 以后要跟你合作的时候会有更多更多的担心 哎你是不是能力不够啊 你是不是能按时deliver啊 你是不是不行啊 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那以后再往下去做后面的工作的时候就很困难 所以第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那么第一个project把它做好 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不公共是要努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找一些比较确定好的项目 然后呢比较简单的项目 给自己一次机会去上个手 不需要去选那些非常模糊的搞不清楚情况的一些项目 你就争取跟老板说 哦我需要做一些比较清楚的比较可以理解的项目 然后呢告诉我该怎么做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有了这些很清楚之后 你再开始把第一项项目做好 或者说如果你是比较有经验的 就是已经是有工作经验的人了 那么一般来说你不可能说要指导 那么第一件第一份项目的时候 老板会给你几个list 一个list of不同的project 那么你自己去一个一个搞清楚 哪个project现在好还是不好 凭你的心眼去选择哪一个比较更容易能产生带来价值啊 哪些更容易出结果啊 哪些比较容易做啊对你来说 所以要选好第一份项目 同时呢要把它做好 一定要通过他来把自己的这个信任给别人建立起来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但是呢后面的事情就 有了这种trust之后呢 你才能做更多更多关于方面 就是说怎么去research你的项目 有时候你的项目呢 并不是well defined 很多项目其实不是well defined 很多时候是一个pm或者是一个businessman 他就告诉你说啊我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呢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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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 他的需求是相互冲突的 他们背后的逻辑是相互冲突的 但是呢 这东西又不是说那么直接可以看出来对还是错 或者说直接看出来冲突的 你必须一步一步的把这些metric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分清楚 同时呢还需要把它们一个一个找出来 用数字的方式 或者说用metric的方式把它给表现出来 把各种各样的在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大的idea 落实到一个一个小的问题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落实你这个具体的项目 或具体的工作的时候 communication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不能跟人交流好 那么你就无法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需求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需求 你就做错了 就是说你就不能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 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就是说一开始我做了很久 但是呢后来发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我做出的结果 我认为是合理的 但是呢跟我合作的另一个PM觉得不合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本身不应该是这样来评价的 而我认为应该是这样评价的 这个时候就会有冲突 这种冲突呢不应该是你做了一半 或者做到最后出现结果之后再产生的 这个冲突应该在之前 大家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agreement的时候 之后就是avoid的 不应该是往后面做到最后才发现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第一点 你要跟不同的business stakeholders去讨论 有时候VP的或者说不要说VP吧 就是说大大老板的想法和大老板的想法不一样 大老板和你老板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要搞清楚 他们不一样的是问题表述上是不一样 还只是他们refresh不一样 是不是逻辑上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都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发现哪个问题是真正上它是有区别的 你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然后把这些人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然后来讨论出一个真正 大家认为是正确的一个方向开始做 什么是长期的 什么是短期的 什么是你的短期的business goal 什么是长期的business goal 你比如说有些东西你知道长期来看 这种做法并不是最好的 但短期来看的话 这样能产生效益很快 而且是能有巨大的impact 就非常短的时间内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 短期内我们要compromise长期的发展 但长期我们一样要有一个具体的计划 去把这个做好 所以communication是非常重要 然后你需要跟不同的人要好好的讨论一下 因为不同的组或不同的组是不一样的 你举一个例子 你像我们公司 一个部门A和部门B 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部门C和部门D目标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同时为了一个project 准备 我听过一个例子 比如说Google 你的search组是关心你的search的experience 然后Ads组 或者说Ads组关心的是广告promotion好不好 广告的revenue高不高 这两个组Ads是要用search的广告 但是search又要保证说广告又不能影响他自己 所以两个组的goal本身是冲突的 但是你怎么做好这种compromise 你就需要跟两个组同时要说好 什么样的metrics是比较好的measure 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比较 什么是底线 什么是你的bottom line 什么是你的target 什么是你要追求的 最好的方式是两个goal同时提高 这是整个形式的 虽然它两个metrics是conflict的 就是冲突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可以同时变好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在很多地方改变 所以这两个东西要想清楚 要做清楚 所以你要非常好的communication 当你有了这些communication之后 你最重要一点是 一定一定要focus上你的metrics 因为我们做data science不是做PM 我们目的不是写大的一个计划 一个plan 这个东西只是开始 我们最重要还是把问题落地 就是说要把这些问题你要做出来 你不能光光说 这样做那样做就可以了 你必须要把它做出来 一步一步的实现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把你的项目要落地 落地的话你就只能focus上你的数学模型和你的metrics 那么你要好好的要focus上你的metrics 这个时候因为你metrics已经agreement 然后你try to optimize this metric 这样的话你的business才能通过你的model产生impact 你才能发现我们达到了一个business goal 带来多少saving 带来多少revenue 带来多少好处 然后同时提高了比如说metricA多少 metricB多少减少了metricC多少 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有了这些metrics之后 你才能evaluate你的项目好不好 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做一个项目之前 一定是先有metric 你不知道怎么measure一个项目 就不要去接这个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项目本身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measure它 你就不知道你的价值是多少 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是多少 你就没办法好好的去plan或做这个项目的计划 但怎么measure这个项目呢 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学会 首先学 data science有几个步骤 第一步骤你需要搞清楚问题 然后学会怎么measure这个问题 然后是怎么solve这个问题 然后你还需要building story 你把这个model做好之后 你就不能说这就是结果了 that's all 你还必须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因为metric是一个干啪啪的数字 它代表什么 对吧 它代表business代表什么 business不是很懂说 a metric提高了 b metric提高了 c metric降低了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 它说明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比如说整体的项目提高了 然后整体revenue就减高了 然后不减少什么 举个例子 我们亚马逊最喜欢说的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 关心的是客户的那些satification 那么我们减少了我们自己的损失 同时在不减少customer experience的情况下 我们减少了损失 或者说我们增加了customer experience的体验 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增加我们的这些cost 所以这两件是怎么把它translate到一个好的business story 你需要把它说清楚 比如说不同的公司 它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比如说做广告的公司 你关心的是revenue 但是有时候你也知道什么东西很重要 但是你可以说我有常劣的增长 说revenue增长了 但是我没有降低我的体验 search体验 也可以说我search提高了很多 但是我的广告的revenue在一定的情况下 我提高了很多好的设计体验 对我的revenue产生损失 所以两种不同的story 对于不同的business unit来说 它是不同的故事 所以你需要在你的metrics上 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report 做好presentation 然后focus on你们组最关心的一个点 但是也要保证其他人也能satisfy你的结果 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case 能不能翻一个下一个sides 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还是communication 但是其实communication也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你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是你很难得到别人的帮助 而且很难理解别人的那些contact 有时候你不去跟人家聊的时候 你很难知道具体在说什么 他说的是这个东西好 那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不知道 你说这东西差 那你背后的metrics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必须要非常一个一个的 跟各个组好好的联系起来 然后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有时候在公司里面他会分 data的组或dataanalytic的组 然后engineer的组或者it的组 他们不同的组会support 或者说会产生数据 会存储数据 会分析数据 在这不同的组之间你需要跟他们合作 在不同的组之间 组和组之间是有 有时候是有竞争关系的 有时候不一定有竞争关系 但是人家没有什么motivation去帮你 那这样的话你需要datacoming 他们并不能很好的帮助你 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去跟他们好好的交流 然后以互相帮助的这种心态 去争取他们的帮助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跟他们做好business correlation 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 你跟其他组合作的时候 你如果有很好的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team 那你在组里就很容易 把你的商务做出来 也很容易就得到promotion 或者说得到很好的这些reward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connection 很多时候你就会被blocked out outside 很多时候你可以抱怨说 是上面的人没给我data 上面的人没给我data 但这样不是你做不了project的理由 这只能说你没有做好project 你可以是跟老板抱怨这件事 但你就想不到自己的能力 你再有能力 这个事情做不了 所以你需要花时间去build这种connection 跟其他上游的组和下游的组的 这种connection 如果build这种connection 的时候不可能说你只有需要的 他们的时候才去build这种connection 当你来到一个新公司之后 我觉得这就可以开始做了 就是说你需要跟各个组之间 打好关系 这种关系呢 你可以是互相交流的一种关系 你比如说上游的组 data producer 他们可能想对data mining 或者说这种什么东西想学一学 你可以作为mentor 去教他这些东西 或者说作为下游engineer那边 他需要知道 你有时候他们需要一些分析 去帮助他们的product变得更好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帮他们做一些ad hoc analysis 类似这种connection 这是professional的 还有比如说personal的 你可以给他们一些 平常有一些打好个人的关系 这些都可以 总之你没有别人帮助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在一个公司 survive很好的 所以需要找自己的ally 找自己的这些connection 这些是一个人成功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问问题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要show your value before you ask hell 因为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 如果我要帮你 那我肯定要觉得你值得我去帮 因为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那么你就必须把自己的一些value体现出来 这种value可以是personal的personality 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平常对别人很好 那么人家很愿意帮你 这一种 或者说你能帮助他什么 对吧 然后或者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很大 你需要他的帮忙 这样的话做完之后两个人都会有得到好处 那么你需要把这些东西要说清楚 或者说要表现清楚 然后give something before you asking something 你能不能帮助他 或者说给他一些他想要的东西 然后同时你才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要太着急的说 我一定要你帮我做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 很多时候会不合作的 或者说组和组之间 他们会互相打架 打架的话后果是delay你的时间 也同时让你自己的项目做的也很磕磕盼盼 然后结果不好 可以下一张 还有一点就很重要了 就是keep learning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data science这个领域变化很多 从前几年你比如说大数据的infrastructure 什么spark 什么spark 然后包括hive 包括hadoop 这些东西 前几年是比较火的 这几年又变成了deep learning 又变成了machine learning 又变成了neut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mputer vision 这些东西每天都会变 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本身不变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到的数据本身是在变 但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变的 你比如说你要解决的是 同样我要让我的产品变得更好 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个问题 以前你可能就只知道用这种方式来做 后来你需要用其他种方式 如果更大的scale 你有更多的数据的时候 你怎么去分析它 如果你有更多structure数据的时候 你怎么分析它 那么好 你spark hadoop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有unstructure data 你比如说你有image data过来 你能不能用它来生成一些新的feature to help your business 那么这个时候你computer vision就可以用了 或者说你有没有其他的数据 tax mining 或者说什么第三方的数据 这些数据 它们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 让你的数据本身 让你的结果本身变得更好 你的business goals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如果还用all的方法的话 那么你就很难被别就很容易被别人用新的方法打败 那么这样的话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想不停的变成一个资深的人 就很就需要不停的学习 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想法新的实践和新的结果出来 包括你的工具 包括你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还有包括你的分析问题的这种眼光 都要不停的随着时代的改变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coding 写代码这件事本身非常重要 如果写不好代码的话 你很难把自己的问题真正的实现了 不能把自己的问题实现了 你就不容易把你的想法把它implement 然后别人就不知道你的价值 我觉得差不多就这些了 好的 非常感谢陈明老师的分享 那么如果现在在线上的同学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我们这个Questium的这个板块上提出 我们最后会收集问题 在最后QA环节给大家解答 那么之后呢 像很多人知道像各行各业目前已经开始转型 不管是床头零售业 互联网科技公司 都已将数据工程数据科学 作为市场分析与制定商业决策 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 那么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平常的一个 项目周期以及项目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Jason老师将为大家分享 好的 谢谢 这个talk是我在DataScience 达拉斯的这个conference上面做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演讲 当时的题目是DataScience Project Lifecycle and Skill Set 因为今天还有好多别的老师 别的这个专家在 所以我主要会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数据科学项目的这个Lifecycle 这个关于技能我们会在后边那个和几位专家一起来去讨论 什么是Project Lifecycle 我们就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个Project Lifecycle 对吧 就是一个项目的周期是说 其实这个最早是从软件开发的这个方面 在管理学方面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在进行一个软件的项目 对吧 那么你这个项目总要有一个项目的周期 现在比较流行的比如说敏捷的这种项目开发模型 这是软件这一方面 那么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从13年14年我们听到这个单词 听到这个term以后 现在越来越成熟和发展 那么数据科学从最早简单的DataMining 统计建模 然后做一些modeling的工作 现在渐渐的发展成什么 就是它是有Full Project Lifecycle的 就是你一个数据科学的一个项目 一个工作 对吧 它不是说就是拿数据拿来建个模 你的工作就完了 不是 它是有一个Project Lifecycle 那么就是我当时做这个Talk的目标是说 想把这个知识介绍给比如说产品经理 项目经理 我也希望就是说软件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 数据分析师 是吧 大概也都知道 我们就是要去有一个概念 就是项目的Lifecycle 特别是就是说你对数据科学是有兴趣 你正在找这个相关的工作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能有一个Big Picture 就一个全局观 对吧 说比如说明年我去了Amazon 比如说我今年Summer我去了Linkedin 那么你去了之后 我觉得你在去之前就应该大概知道啊 大公司里面其实他们一个这个项目 其实是引漏了很多的东西 有这个啊 一个Project 一个整个的一个项目管理 这个一个Lifecycle 好 那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介绍一下 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哎呀 建模啊 统计建模 这个Data mining 我们的概念就是说 肯定是老板要先把数据给我 对吧 那么我在数据里面去发掘一些啊 patterns 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之后建立一个模型去解决这个生意 其实在工业界来讲 我们不是从数据开始的 我们第一个步骤一定是从一个商业需求开始的 我曾经见过没有任何的数据 一个staff的公司 他们刚开始就几百个用户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那个数据 但是他们也要做这个数据分析 所以说数据 Data science这个product不是从数据开始的 它一定是从business requirements 就是一个商业需求开始的 你在做这个product之前 你就应该清楚你要解决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你你你这个product的这个价值是在什么地方 对吧 从这个商业需求开始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啊 data collection 就是你要想想办法去根据商业需求去把你需要的数据拿到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product line 比如说你的啊 linked的这个产品线上一定有大量的那种数据啊 对不对 就是应该的用户 用户和用户之间的链接 用户的这个搜索 用户工作的申请 用户和用户之间的 windows connection 大量的这个信息 对吧 这些都会对你的商业需求有帮助 但是是不是全部都拿来 对吧 你肯定要去挑选对你这个需求有用的数据 另外一个case就是说 你可能还需要增加一些别的一些数据 为什么 因为你现有的数据可能不够不足以去support 你去验证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有一个hypothic 一个一个假设 你想用模式定或者统计办法去验证你的 那么你的数据可能是不够 没关系 你还可以去从啊 去想别的办法 对吧 webquire第三方的数据去买 然后还有就是啊 你自己可以就是去产生一些 比如你在production line上面 再去买一些啊 数据collection的一些点买点 对吧 然后之后去collect一些 更相关的一些数据 所以第二个阶段一定是data collection 就把你要的数据拿过来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data preparation 就是所谓的那个数据准备 就是你拿来的这个real data 能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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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里面关乎到data quality的问题 就是你拿来的数据 它的数据质量怎么样 是吧 是不是有大量的neasing values 是吧 是不是就是有 里面有些数据本来就不正确 是吧 比如说原来我们的学员做啊 RBNB的项目时候 它的那个用户的年龄 是吧 1998 1994 那都是比咱们正规的这个年龄要大很多 那么这个显然是它系统里边有一个问题 那天它把这个别人填生日的那个year 变成了这个age 直接take进来 所以它有一部分数据是错误的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做data cleanup 还有一个话题呢 就是data integration 因为你的real data 是吧 可能是从不同的data source过来的 你的产品线的数据 你的legacy 你的就是你 你的旧的这个产品里边的数据 你从第三方买的数据 还有一个是 就是说你的那个web crawler 一些就是technology 帮你去收集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其实彼此之间 它们是没有链接的 你要去想办法能够去 让它能够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你想对一个用户进行画像 对吧 那么你 你有你产品线上这个用户的数据 你有你线下活动 这些用户的一些数据 但你怎么能够把 这个用户从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数据做整合 对吧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对吧 然后下边的话呢 就是有了数据之后 然后呢 我们会做一些 就是啊 fature engineering 这个是属于modeling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modeling其实是分两块 一块呢是fature engineering 对吧 另外一个块呢是选择一个模型 然后做这个建模 这两个其实是在我们modeling这一块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原始数据不是拿来就建模的 即使被你处理过的数据也不是拿来就建模的 你要在这个数据里去发掘重要的这个features 一个重要的features 其实比你去优化算法 可能对你最后的performance 有那个有更高的提高 下一步的话 就是你要对你那个model进行 evaluation啊 要去和产品经理啊 或者是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product manager 要去有交流 是吧 刚才张老师讲很多了 交流 对吧 communications 要去让大家明白 你的这个model是 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 把它放到产品线之后 会对产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吧 下一个的话呢 就是departments 就是你的这个model 要去发布到产品线上去 要真正的让用户用上 对吧 这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说 咱们数据对待那边 可能做了就不太多了 因为这个要直接pass给产品组 但是的话 你这个model本身 你的代码本身 其实他们是要求 还是最好呢 是能有产品级的那种代码的质量 因为别人拿过来之后 可能就会直接就会去用 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就需要很多的协同和合作 因为大量的软件工程师 他们负责产品的这个 开发产品的发布 对吧 你要跟他们有communication 然后产品 这个model被发布出去了 用户用上了 那么就是一个运营 operation的问题 对吧 operation 你任何的 你不管eBay也好 Amazon也好 对吧 他们日常那些operations 对吧 他们有这个软件团队 但是跟我们也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些operations 他们会帮助我们去收集数据 对吧 他们把这个你建好的模型 用户的使用的情况 作为一种feedback 把这数据都收集起来 下一步做什么 做优化 对吧 因为你这个模型 你出去了 是不是好 你虽然做过in-house in-house的这个evaluation 但是你一旦出到产品线上之后 你还要继续去track 还要继续去track 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 对吧 而且从产品线上来的数据 作为feedback 它对于你这个 你的这个模型的优化 其实更有这个关键的作用 因为这是最新的数据 里边关系这个用户 最新的一些behavior 那么你做了这些优化之后 那么又回到最初的这个起点 因为产品开发是无休无止的 优户需要更多的新的features 或对原有features进行 对吧 原有的功能进行那个改进 所以你又会面临一个新的 一个用户的需求 一个新的一个business requirements 所以的话整个的这个product 这个life cycle的话 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一个过程 这里边其实很多步骤 作为数据科学家都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business requirements 这个的话我们要和产品经理 是吧 和这个项目经理有很好的这个交流 因为你要去帮助他们去understand the whole process 对吧 他们可能会对产品东西是有性的 但他们对于我们后边这些数据分析 其实他们并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们要参与到这个business requirements 他们开会 是吧 你就要在旁边要去给他们一些指导 然后数据collection 不是说这个是data engineer的工作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去就是指导一下data engineer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们收集的数据直接关系到我们最后这个产品的这个performance 因为你产品performance就是三点 第一data quality 第二你的这个就是features 第三的话你的modeling 对不对 那么这个data quality直接关系到你的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果 所以你要和data engineer 就是说要和他们就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交流 要要最好是能够去就是完全清楚他们的数据是怎么搞来的 是怎么进来的 所以的话这对于你去做这个feature就是很重要 因为你你如果连他们这个数据某个column的 他这个column肯定是有个名字 对不对 但是这个这个名字只能告诉你一定的含义 但是这个数据到底从哪来的 你最好是明白 你才会fully understand 哦原来这个数据是这么个意思 我经常看到就是有的人对吧 他等于相当于就是就靠这个名字去理解这个数据了 我用了最后模型建不好 最后的话他跟数据工程师已交流 哦原来这个意思和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啊差别的 后边比如说啊数据的准备啊 Fature Engineering 建模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数据的准备和Fature Engineering 可能会用要你时间的70%到80% 建模其实到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一个工作了 OK 我想就是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对这个这个Data Science Project Life Cycle有任何的问题 OK 我希望就是你能够在问题栏里面啊抛给我们 我们和几位这个专家啊尽我们的知识所能 就是给大家做这个分享 我分享这个Data Science Project Life Cycle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Data Science就是数据科学不再不再是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 他们就是独立霸占的一个一个领域 其实Data Science这个领域我们越来越需要产品产品工程师的介入 数据工程师的介入产品经理的介入 很多很多就是新的一些岗位 他们随着一个Data Science一个Technology进入这个工业界以后 就大家都会寻找到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Jayson老师的分享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依旧的是可以在Question那个board上面进行提出 然后我们最终会选取然后让Q&A盘给大家回答 那么在过去的二月份举行的达兰斯数据科学大会的那个像最受与会者欢迎的呢 有一个panel discussion 它的topic是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industry and academia 看一下 切一下 然后呢这个小组环节中当时有五位咨询业界专家给大家分析 包括来自Emilent的云技术经理 来自Mathis的数据科学职业导师 来自Galvanise的数据科学家 来自ResearchNow的技术部VP 以及来自Clarity Solution的高级咨询师 他们主要分享了几个话题 一个是说从事数据科学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是如何转行 第三个是对数据科学成为者的期望 以及Networking在求职中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因为很多同学反映 可能他们当时因为时间和地方的原因 没有办法参加现场的活动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也邀请到了我们的陈老师 潘老师以及Jason老师 给大家重现这个panel discussion 将其中一些重要的议题 也根据各位的经验进行一个分享 第一个问题呢 是如何从自身从事工作转行为数据科学家 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潘老师回答 因为潘老师自身本身也是作为理科的一个PhD 然后持工转行作为数据分析这一块 那么我们想请潘老师做一些分享 好 应该可以听到我吧 可以的 可以 OK 我可以先讲几点 然后Jason和陈老师可以补充 如果我没有讲到的 就是说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讲呢 就是说转行是完全可行的 而且呢 就是说去读一个学位呢 也不一定是必要条件了 就是说我知道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学校 他有这个data scientist的或者或者啊 是这个business analytics方面的这个program学位 但是呢 就是说从我本身讲的 我没有读这方面的学位 我现在也是在做这方面工作 但是我究竟是怎么样转行的呢 给大家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这个问题呢 怎么转行 可能就是会谈到里面有一些个需要的一些个skill 一些背景 这背景呢 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一共有五个问题吗 可能也会和后边的几个问题相关 我就大概在这里面提一下 如果后边没有没有提到的呢 我们还可以到后边再再补充 基本上呢 是这样 就是说我呢 是在我是开始读理科的 我是读chemistry的 但是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 是因为我是加入了一个公司 叫做rose diagnostics 我在那边呢 就开始做一些很多 business intelligence方面的工作 也就是去做一些dashboard 去做一些reporting方面的工作 这种工作呢 就是说需要少量的data的背景 那不需要很多这个modeling的背景 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的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呢 我原来在在读chemistry的时候呢 我也基本上我用到一些assess 用到少量的r 有一些少量的背景 但是呢 如果用我的campus的背景 是很难找到这个business analysis这方面的工作的 即便是entry level也很很不容易 因为毕竟呢 就是说不是很相关 但是呢 呃运气比较好呢 我第一顿工作 我能够接触到很多这种dashboard方面的工作 这样呢 就是作为了一个一个入门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一方面呢 我做和tempistry相关的工作 第二方面呢 我去去积极的去做一些这个dashboard 去了解这个data 去了解这个这个data 整个的这样一个process 这样呢 积累了几年的经验 然后一点点的去做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模型 所以一点点的就能够能够转到这个visys analysis方面 嗯 在这里边呢 就说给大家一个建议的 就是呢 我从个人的角度认为的这个背景 这个skill呢 更加重于 就说更比比学位更加重要吧 就说experience 所以说呢 那大家如果想向这方面转 如果已经有一定的背景呢 是最好了 如果有没有背景呢 可以呢 一就说去去 像我们这个data application lab呢 会提供一些training 这是一方面 二呢 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去做一些这方面的项目 去做一些project 不管是在学校里面 还是在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工作了 在工作里面 看看有些project能够做的话呢 能够和这个analytics能够相关的 这样的一点点去build up你的这个skill set 一点点build up你的背景 然后呢 一点点往这个方向来转 这个基本就是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吧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想看看Jason和陈明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就转行这一点来讲 OK 谢谢那个潘老师的那个分享 我我主要有几个点 我首先就是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还有一个我介绍一下 就是当时那个那个panel是四个speakers 然后一个主持人 主持人本身其实他也是一个 做图像处理的一个数据科学家 所以我想他也算是panel里面的一个speakers吧 对我个人有几个点吧 就第一个我其实是从软件工程师转行做这个数据分析 当时我们在三百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没有数据分析这个这个这个开头的 但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 big data infrastructure全部做好了以后 对吧 我是从大数据工程师开始做数据建模这一块的 因为我原来就在学校里面研究生的题目就是人工智能 然后有些相关一些背景 所以的话就是正而言的就是发现 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这些 比如说design tree我们用的非常多 比如说深度学习建立一些模型 因为当时我们数据是非常非常大 建立一些模型去做一些security方面的一些应用 所以后来我就个人兴趣就转就从一个big data engineer就转到了一个一个单门做这种这个这个data 我们当时还没有data science 我们当时叫data application 就是数据的应用 建立了很多的这个模型 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公在公司里边 如果你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你能够接触到数据 如果你想做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家这方面工作的话 其实因为你已经接触到数据了 你是等于是fully understand the data 你下一步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去利用你手头的一些data去做一些这个应用出来 跟你老板有这个交流 因为大公司里边都是这样 就是每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手下能够有idea 能够去扩充新的领域去竞争 然后去让他的这个组越来越越大 在产品线里边这个话语权越来越高 所以你可以去和你的老板建议说 我们有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数据方面的一些一些应用 这是我个人的case了 然后后来我们做了数据应用学院之后 这两年其实接触了大量的这个转行 为什么叫转行呢 其实没有一个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一个datasense一个专业 对所有datasense这些学校里边提供这些mastered degree 其实都是这一两年才出来的 在以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专业 所以几乎一乎是大家都是转行的 几乎大家都是转行的 对那么的话呢 转行里边又分两个case 两个case 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你现在已经有你自己的major 或者你已经有一点工作经验了 对吧 那你那你如何去转 我我建议这个转行不要转的太厉害 不要转的太厉害 对比如说啊 你现在是这个嗯 在公司里边有一个工作是吧 是做的这个啊 marketing 那么的话呢 我觉得你是不是转一转啊 data driven marketing 就是和你现在的工作有一定关系 这样的话你这个转行会会稍微这个顺利一些 也稍微这个省力一些 对吧 我是见过有的学员就是来问我们说 我就想quit我的工作 然后之后我在家好好学 三个月 然后之后我我在那里面出来再找工作 我觉得可以这么做 但是的话呢 你还是要充分的lineage 你原来的工作经验 因为在datasense这个领域里边 它其实就是三个 三个技能的结合 一个是你的programming 跟着陈老师说好几遍了 是吧 你一定要有编程的能力 这里面包括sicle 包括 包括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编程的能力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数理基础 包括就是你的基本的数学 mastering 统计这些东西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business 就是你business sense 或者叫business 就是你如何去把你这些技能 你的programming 你的mastering 统计建模东西 应用到一个场景 应用到一个business 这个需求里面去 所以的话 因为你自己已经在这个business这个里边了 所以你最好是 充分的利用你自己的这个背景的经验 这是第一种case 就是你已经自己有了自己的专业 或者有了有一定功能经验的 对吧 第二种case的话 就是真的是纯的转行 我见过我们有学环境的 有学化工的 有学物理的 是吧 有学那个生物的是吧 他们就是说 我怎么能够去转到这个 这个数据科学这方面 是吧 还有一些学文科的 学business 学icon ok 像这种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是转行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可能要经过几个步骤了 第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定义一个目标 就是你将来你在这个数据行业里边 你到底针对是数据评师 数据科学家 数据工程师 business and assess 你到底针对哪个目标 这是第一个 每个目标 他对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你的目标就是 DataSign List ok 你现在是学物理的 好 那你可能需要加强什么 你需要加强 Programming 尽管你现在可能物理建模 对吧 你的里边都一直用那些 C++的东西 但是工业界的话 说实在 不用这个C++ 我 我不是说软件开发了 我是说数据科学界一块 工业界很少见 有用这个东西的 工业界做数据科学的话 那么大家都是把它拍放 C++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你在Program那边要加强 然后的话 你肯定你数学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是学物理的话 对吧 你写paper嘛 对吧 你要去推导工税嘛 但是的话你需要一个系统的 一个系统的把这个统计 还有Moshenation系统的过过一遍 很多东西你都会 只不过你怎么能够去系统的 就是把它给过一遍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business 就是说你怎么能够通过 你能够通过做开口也好 还是说通过这个训练 做Program就好 怎么能够去训练你一个思维 就是说应用你的编程和这个技能 能够到这个数据科学项目里面去 对吧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说属于第二个转行 就是纯的转行的话 我觉得设定目标 然后最后的话 解决你的Programming的问题 解决你的这个树里的问题 解决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Dominent Knowledge 就是说你对一个Dominent 有一定的深刻的了解 然后把你的知识用到里面 你简历里面充分的体现 说你参加过开个比赛 你做过Health Care的这个项目 那么你这个简历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用工的这个公司的话 就有很大的这个协力 好 我大概就是讲这些 谢谢同学 好的 谢谢今天老师分享 不知道陈老师那边 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这个话题 这一块没有太多 我有太多的经验 因为我本来就是做这一行的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 在这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还是说 把自己的长处 跟这个领域里面契合起来吧 你比如说 如果你本来是学商课的 那么你着重说自己的 叫什么你的business sense 然后你可以先做PM 然后转成 data science 如果你是做engineer的 那么你先做这种 data science的product 然后再转成methodology 然后我觉得不要把自己以前的东西完全放弃吧 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在我们公司还发现一些职位 就是什么food science 什么东西 那学做那种food chemistry的 或者说做那个chemistry 或者做食物这方面的science的人 他也是有这种 data science的需求的 比如说梦山都这些地方都会有 所以不好说 data science就一定跟你以前学的东西没有关系 最好还是leverage自己的以前的经验会比较好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在那个questionbook里面 有很多同学提到很多问题 我们就尽快的都挑一下过一下 希望都能为同学们解答 那我们先过第二个话题是 想要成为一个合格数据客户备备技能什么 这个话题有点大 可能我们之后再专门来聊吧 第三个话题是 面试数据相关岗位的时候 HR最看重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我想补充一下 因为有同学也问到了就是说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 比如说data science data analytics 或者其他的一些岗位的一些区别 那么分别的话 HR会看重什么 看老远老师能进行一个分享 好 要不我先来讲吧 我就来讲一下这个analytics方面的岗位 HR看重什么 就是说我想分两方面来讲 一方面呢就是 他看重呢 主要是分为这个hardscale和和这个softscale 一般HR呢 HR因为他一般都不是这种technical的这种岗位 他不太懂具体 你说这个model之前有什么区别 你用过什么工具 这些工具具体是什么 HR他找的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hardscale 基本上就是这些keyword 比如说这个candidate用过什么工具 有哪些相关的经验 非常high level的相关的经验 他不会懂你这个具体做过什么工作 所以说呢 他都是从这个关键字 从这个keyword开始筛选你的 你的resume 筛选之后呢 如果他觉得OK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觉得OK 你这个candidate是qualified 他会把你的简历交到这个去去招人的这个manager这边 我现在就想讲一下 就说我们稍微把这个问题拓展一下 就说不只是HR 就说可以说这个employer 这个雇人的这个行业具体 他想看着什么 就说除了这个hardscale 除了你掌握什么背景 用过什么工具 做过什么项目之外呢 就说往往更重要的是这个 我们讲叫softscale 就是比较一些软的一些技能 这个softscale呢 主要主要包含哪方面呢 最重要的一方面呢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是这个communication的scale 你如何 你不管是做这个data scientist也好 还是做business analyst也好 这个能够和别人非常有效的沟通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因为呢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呢 就说他不只是在这个组里面工作 或者你自己去建模 更重要的是你要去和其他的 我们叫做这个stakeholder呢 进行沟通 一方面呢是把项目交给你的人 对不对 你需要了解他们的需求 你需要了解这个data 是从什么地方收集来的 或者data里面有哪些variable 哪些参数 对不对 这方这里面呢 要有很很强的沟通技巧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当大家做完这个modeling啊 或者是做完一些analysis之后呢 你需要把这个结果呢 反馈给你这个customer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讲的stakeholder 你要反馈给他们 那这里面呢 你不能把你这个model的结果 把这个model直接呈现给别人 这个别人是不懂的 而且呢换句话说呢 我们常讲的这个东西也不是practical 或者不是actionable的 对吧 你需要把你做这个analysis的结果呢 翻译成大家都能懂的这种语言 或者叫plain language 你不管是通过做一个presentation的方法 还是通过一个比如说面对面的这样一个 一个demo的这样一个方法 但是呢这里面需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沟通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技巧 你首先说你要把你这个工具或者你这个analysis结果呢 你要给别人一个highlight 这个工具能帮助你做什么 这工具怎么用 这工具是不是符合 以前你给我的这个requirement 所以说很多呢都需要在在这个谈话里面进行交流 所以说你交流的这个有效性和准确性 对于这个这个成功呢 是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这个hiring manager呢 他会从这个面试这个过程中呢 去看你ok你这个这个candidate他的沟通技巧有有多有多好 对不对 适不适合这个工作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呢是其中一个软技巧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soft skill呢 比如说是你这个mindset 就是说是你这个怎么说呢 是这个人的想法 有我在这里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一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从一个business analyst的角度呢 希望大家有这个flexibility 有一个灵活性 什么叫灵活性呢 就是说首先说呢 你拿到一个项目 然后你去做一个model 然后去make一个recommendation 这里边呢有可能会需要有很多改动 很多iteration 因为最开始交给你的项目的requirement 不一定是最后的requirement 这里边呢有可能有很多改动 有很多变化 所以说呢从这个analysis角度呢 希望从这个mindset 讲呢需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灵活性 需要呢根据现实情况的对你的analysis进行修改 所以说呢要保持一个灵活度 而不是说呢 永远是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yes就是no 这样的这样一个思想比较固化的一个思维方式呢 这个是不推荐的 还有一个mindset很重要mindset呢 叫做叫做data driven 很多公司呢现在都强调他们自己是data driven 就是说我们一切都从数据出发 一切公司的决定呢都是有数据作为这个背景的 就是说很多公司强调这一点 所以说呢很多公司在雇人的时候呢也会就说看重这一点吧 看这candidate有有多data driven 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呢不能就说只说OK 我非常data driven 这个这个的话很苍白无力的了 你需要举一些实力 需要呢就是说从你过去的经验里面举出一些实力 OK我以前做过什么什么样的项目 我是通过data 我是通过收集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data 然后我来完成的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说呢大家在面试的时候呢需要去举一些实力 这样的才能够就说说服这个面试官吧 嗯然后最后最后讲一点吧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mindset叫做这个consumption或者叫adoption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叫做换句话讲的叫做customer first 就是说我们做analysis的时候呢 永远呢不要闭门造车 怎么说呢 就说永远要把自己的这个这个customer and customer的需求呢放在这个脑子里面 就说因为如果你做完这个analysis结果 不管是你做出一个insight也好 或者说任何一个model一个工具也好 如果没有人去使用那个工具呢 这个工具相当于是没有价值的对不对 嗯你想要去体现自己的价值 你必须要有这个工具的adoption 那么呢这个工具你做的呢 就是说首先说一别人要看得懂 你这个你这个工具 你这个分析结果是什么样的 别人要能理解 第二要actionable 也就是说呢你给别人一个insight 或者给别人一个分析的结果 别人要知道我拿这个结果来怎么怎么用 你要能够把这个结果translate成一个action 别人可以take action 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 在雇人在在interview的时候呢 很多这个hiring manager 也会也会就是说去去test这些candidate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adoption这方面的mindset 也就是说是顾客第一 我们强调我这个这个这个工具呢 能够有足够的adoption 这个才是成功的这样一个一个保证 好吧 在这里讲了很多就是很多都是这种soft skill 我觉得呢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 我有在我面试的时候呢 嗯hard skill呢是很重要的 OK你需要这些背景 但这些背景呢基本上就是让你入门了 我个人是相信的你只要有一定的基础呢 大部分的工具你是可以到上班以后来再学的 而这些soft skill呢 相对来说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培养 所以说呢我在面试的时候呢 更多看重这个soft skill 多于这个hard skill 好吧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一点 看看Jason和陈明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嗯 我 我觉得我可以给一点想法 就是说关于呃 看懂什么 因为我自己也稍微一些 你自己也做过一些面试 也做过hard manager 就我最看重的一点 其实就是说呃 很多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亚马逊的有一个东西 叫leadership principle 他会告诉你有十几条 告诉你应该怎么perform like a leader 所以在这种项目里面 其实就像呃 陈明老师说的 主要关心的是呃 叫什么 就是soft skill 更重要的是就是说我们对于台客的要求 其实是会越来越深对不同的级别上来看 但是实际上差别不会太大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整个对整个呃 big picture 和对整个呃呃怎么去领导一个项目更重要 因为有时候并不是说你解决一个问题是最主要的你的工作 很多时候是领导一堆人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更重要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更关心一些soft skills 更关心一些你比如说呃能不能很想问题能不能很全面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看问题的时候能不能找出具体的方案一步一步把它实现了这件很重要 这还有包括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需要哪些上下游怎么跟人打交流communication很重要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呃呃如果面试的时候我们也会test就是这些呃给一些呃 user case或者给一些情况去看 我看有时候在群里面会看到一些人会问一些面试题你比如说他们问呃怎么设计一个推荐系统 啊好那这个问题有些人就上来就把呃呃各个推荐系统都说了一遍那实际上这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mindset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他应该搞清楚什么样的business对应什么样的推荐系统需要什么样的business request 然后呢你需要做哪些优化然后再一步一步一步来 所以这时候最看重的实际上是你呃整个人他是不是足够成熟的去实现一个问题啊不是说光光解决一个很specific的tech问题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Sorin就是我我简单的呃说两句就是首先第一个我同意潘老师的观点就是 HR其实并不特别懂技术的问题那么你一个job description 他基本上是从那个hire manager这边过来的就是是从需要用领的这个group他们的这个需求过来的 所以的话就是HR代表的观点其实是hire manager代表的观点这个是肯定HR他他不是特别懂 对那么我想就是补出几个小的东西 一个就是title 因为我们过往的这个嗯学员吧经常会纠结我我去申请数据工程师我还是数据科学家还是数据分析师还是business net 是吧 这里面最最最难区分的可能就是呃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就嗯 嗯我觉得是那样首先就是这个数据科学家这个title本身其实在工业界也没有一个十分那个清晰的定义不像软件工程师level1 level2是吧 那么你重要的还是要看那个那个job description然后去看你是不是满足这个公司的这个需求看到那job description里面他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呃技能 还要我想补充一个就是说呃一个就是呃年限对吧 经常有学员来问我说这次你看他要求三年工作经验我没法去申请啊我一年都没有我就是自己是吧选了一些课然后自己做了开口然后接受一些一些训练做了一两个partight 我觉得那个的话怎么说用人单位怎么都会把这个年限往上提一点对吧比他这个比他要求的呢就是在稍微啊比他实际的要求在稍微高一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就是能够有更高级的一些人才能够啊进了对 对待会我就先把这个三个小的点说一下然后至于说最看重什么我觉得我我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分析这个问题就说就说我们去顾问的时候我们最看重什么其实我们最看重你就看他给你设定的interview的过程你就会知道他们最看重什么在data science或者数据分析这一块的话你的啊interview的questions可以分作基本可以分作这四类或者是五类OK 第一类肯定是technology interview questions对吧那么这一类的话呢就是说一定会问你一些基本的统计和墨生能力或者是一些那个 是吧水口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水口里面经典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区分inter照应和这个好的照应对吧比如统计方面什么是pvalue你如何去interview的pvalue这个这个值 比如说墨生能力里面让你就是比较两个墨生能力的一个算法他们大概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是吧啊奥特雷尔的这种数据你用哪个算法会更好一些这肯定是technology他关心technology就是肯定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肯定会根据你的简历会问一些问题这个话他是关系什么关系你的working experienceeducation background你的简历上面写的每一条他都会一条一条的问 当然不会说一个面一个面是关进来他全问完但是你一天的面试是吧四位五位肯定会cover你简历的每一部分所以他关心什么关心你的education和background对吧就是这是两类就是根据简历的问题technical啊 interviews然后后边还有几类这个interview questions能够充分体现他们这个关心什么一类叫什么一类叫data challenge这个的话是你软件工程师里面是从来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有的问题就让你直接就会去携带吧但是数据分析师data scientist他会让你做data challenge这么一个项目data challenge就是什么我就给你一个这个这个数据 然后之后让你让你在这个data side之上做一些那个啊做一些这个分析是吧你就整个就是上来对对对数据做一些这个啊统计方面的一些分布啊看一看看怎么处理一下meeting value 然后之后处理好之后然后看看怎么能选一些重要的features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嗯建一些小的模型单可能是统计模型也可能是呃模型然后之后呃你还再做一些multualization的方面东西所以就是通过data challenge这种面试题要看的就是说你这人是不是 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就是刚才程老师说的那样有一种数据分析的思维数据分析的思维就是你脑子里边有没有这个定式有没有这个套路把数据给你了你怎么去去做这个过程这个的话是我觉得是公司非常那个看重的至于说你data challenge这个这个这个面试题你用python做你用这个r做这个我们并不关系我还见过有的学员用excel做这个 就是我们我们我们都不是太关心但是我们关心的我们care是说你是不是有这种套路你是不是知道给你一个数据机之后你应该怎么就往下做就是这个这个公司关系的然后还有一类面试题叫case这个的话呢就是有点像刚才前面老师提的那个就是推荐系统那个那个问题似的就是他他通过case这种面试题主要是主要是要讨论 要去考察你的思维要去考察你的思维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吧就是interview的快损一个是刚才那个推荐系统内容我很赞我很赞同推荐系统是吧算法众多但是你要从必然是开始但有有别的open这个问题是比如说嗯你如何去处理另一个人或者facebook里边就是people有没有这个feature people有没有我像肯定用过另一个人他们可能都用过这个这个feature是吧facebook也就会有那么ok就是给你这么一个open的一个question这种question这种面试题的叫case就给你这么一个open的一个话题让你去就是你就告诉我你怎么想吧对吧如果让你做的product你怎么想所以的话就是我再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公司care的东西第一你的education working background和你的working experience就肯定他们care简历要准备好第二的话呢他们care就是说你的technology肯定会预备一些technology的问题去去问你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他们会有data challenge然后去考察你的套路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套路他们会有case用case来去测试你是不是有man sign对吧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比较 因为数据科学家数据评计师你是很大部分你是有点research的方面就是你有没有open mind就是你那个想法是不是发散型的就是能不能去探索新的东西数据都都在那是吧已经放了一年两年甚至五年但是没人搞出东西来你去了之后你是不是有这种open mind能够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东西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的soft skills跟他潘老师就是说了是吧 就是你的一些软的技能你的communication你的presentation你的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fireground的人就像昨天我们做面试的时候那面试官就直接先告诉你我是一个产品经理那你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p value 哇塞他根本他就没有学过统计你怎么解释p value对吧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一些软的一些技能好我大概就是说这些东西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三文老师对这个问题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想了解一下刚才已经其实提到data size life cycle project life cycle已经cover了第四个问题了那么不知道大家老师能不能就是按照就是归纳性的一起来介绍一下作为一个合格的数据科学家到底必备技能有哪些 这个可以让jason老师进行回答然后其他老师就会补充 好对我觉得我们我还是想待会儿还是谈一谈这个一个数据科学家的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和流程吧我估计那个两位两位老师都有一些那个交流 嗯那个soreen说让我聊聊这个这个技能是吧我觉得技能的话嗯 就是从我们数据音乐学院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我们至少和50位以上的数据科学家做过相关的这个谈话对吧因为我本人我是在security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 但是数据科学这个现在是可以说各个行业都在用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和不同行业的一个数据科学家去交流 对吧这是我觉得嗯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各个行业对于这个skill set的要求稍有区别稍有区别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和这个学校里边的老师也有一些交流因为精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见解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要从啊就是我最开始做的那个project life cycle那个角度去分析就是你在一个公司里边一个一个数据项目他到底经经历过哪些的流程 每个流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技能所以基于这个这三方面吧就是我们总结了一个叫data science skill tree就是一个数据科学的一个一个知识数是吧知识知识技能数对这个知识技能数的话我觉得首先你看就是最底下对吧嗯嗯这个图是sirin做的就是挺漂亮我就换在纸上了对首先这样你看呃统计 数据你是肯定是要知道的对吧然后data visualization就是数据的可视化这个非常的重要 总管数据科学家好还数据分析师business analysis对吧你你这个技能都都需要的你用excel做也行 typical做也可以啊python也要相关的这个true case去做但是说数据可视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技能 然后再往最下边最左边的product environments and 啊啊feedback analysis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是就是你的产品就是被发布到这个这个你的你的model被发布到产品线上以后对吧那么你你这个发布的这个过程啊它其实是产品开发的过程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一些软件工程师会被这个involve到到这里边来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他们的这个拿回到这个产品上反馈回来的这个技能就是说一些软件工程师会被这个involve到 技能进行分析这个是数据科学家需要的一个技能就是你要去理解产品线是如何去发布的然后用户是如何去使用的他们collect data是怎么回来的对吧然后你在进行这个分析 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二层第二层最右边是一个domin knowledge和business mindset对吧这个刚才我们都强调了就是说嗯 嗯你数据科学现在是越来越垂直化越来越那个细分就是你在facebook是吧做social network的人你把你调到是吧把你调到eway去做电商是吧那么其实你不一定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导物因为用的technology什么不太一样而且这个domin knowledge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去选 选一个你自己离得比较近的就是你比较喜欢的一个一个专业一个domin一个industry然后去了解他到底是是怎么去运作的这个的话是一个需要的技能 在wankering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稍微左边的这个这个叶子了就是这个是就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能力是吧嗯特别的就是说现在很多公司关心你在大数据 你在大数据这个环境下的数据处理能力是吧比如说你会sicle的编程好你能操作sicle server mysicle但是的话hadoopspark你能不能用其实不能对吧hadoop和spark已经提供了基于sicle语法的那个工具包包括hive包括sparksicle对吧 那么其实你把你的知识平移到大数据里面去是完全是可以的对然后我们再看最上面这一层是吧这个三个最左边marshening对吧就真的是这个这个统计的这个知识和marshening是你最重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基础没有这两个你可以说你很难做这个数据科学对吧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data collection就是你的收据这个数据能力我见过就是说有数据工程师自己啊有这个数据科学对他自己写croller的然后之后去去爬一些这个数据下来是吧我也见过就是有人做project 那个调用推特的这个API把这个推特给下载下来做这个分析对吧就是你数据收集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然后右边还有一个communicationstorytelling对吧就是说你跟人的这个交交互能力你怎么能把你这个东西去让别人去明白怎么能够这个就是去告诉别人你的这个模型是怎么work的对这个产品有什么这个这个影响对所以的话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大概是 就是就是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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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看中的进行对 我大概就讲这些东西 嗯好的嗯因为现在时间关系还有五分钟然后看一下这老师对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补充然后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一个想一个data science的产品想落地的话最重要的一点不光是一个model和数据 有时候你要把你的想法做出来然后成为一个产品的话成为一个data pipeline的话可能你的impact会更大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scientist的把产品落地本身就很重要产品落地的主要方法其实还是code 所以我这一次talk基本上我都是非常强调这一点好我觉得说这么多 好的非常谢谢啊那么接下来的话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同学可能他本身不是这个项目或者说有可能想申请data science或者based analytics x18公元的项目那么对全美各大高校这些项目有哪些区别以及建议我们也想说从学术界上进行一个分析以及可工业界中需求的一个对比 ok 那个我介绍一下就是首先这个我们在这个data science association里面是有一个项目就是啊就是研究了在美国现在就是这就是今年可能都是今年才开始的一些data science 就是一些master这个data science 主要是就是啊让我立得了几个啊去然后的话呢就说我是带了几个这个intern来去做这个研究 首先第一个就是嗯对我在找一张PPT好找到了就是很多的学校都能够去offer那个master这个data 大概是两年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在你去啊选择这些学校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看就是啊他们的培训对于这个就是啊真正这个数据分析职业技能是吧有哪些侧重点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这里呢就把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侧重点给大家就是稍微这个啊 就是各个mark的一下就是各个program他们对于这些技能的特别点是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呢根据这个用工根据这个工业界的这个需求是吧要去这个嗯看一看挑选学校的时候要去看一下每个学校的侧重点是什么是吧是不是和你个人的职业发展是相一致的对啊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做了一些那个相关的总结呃 我们这个数据本身的话呢应该是呃这个实习生他们是从学校里边的下载的这个这个然后的话做了这么一个啊相关的一个research的一个项目对嗯我是想 嗯在那天那个达拉斯那个panel里边当时我们是重点一个条件对象就是说现在学校里边教育和外边实际有差别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学校里边教育和工业的需求肯定会有这个gap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外边有大量的boost camp对吧就所谓的这个coding什么coding就是编程训练营是吧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数据科学训练营 这些都是为了去填充那个学校的教育和工业界之间的差别因为究竟工业界他对于技术的要求是呃变化比较快学校呢可能会滞后一段时间因为他要去根据工业的需求进行调整这个的话就是我对于这个就是呃美国这个这个data science这个教育还有就是这些差别的一些啊认识对我把这个话筒交给这个主持人 好的嗯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刚刚看在question board里面大概已经有提到了快有20个问题但是有些可能是有些重复的那么我们把这些问题栽取了出来等会呢也会让各位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吧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如果有同学在我们本来的安排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嘛如果大家在之后有其他的 时间的话可以呃下线我们之后会将一些重点的内容进行的总结通过呃大数据运用微信公众号的形式给大家分享那么如果大家就还有时间跟我们一起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把之后没有讨论的问题进行讨论一下嗯下一个就是下一个是话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说到那么如果现在我不是这个本身专业的 学生那么我同时呢我又需要补充各方面的技能数据科学家又作为一个就是交叉技能比较多的我要怎么样最快的积累一些项目经验我们想邀请那个数据应用学院的陈博士为大家做一些分享以及介绍我们之后会有一个以项目为导向的项目课程 喂能听见我吗可以的 谢谢灵溪谢谢三位老师 我就主要介绍一下我们数据应用学院在这个Data Camp上面的一些看法 对我们主要把Data Camp里面的内容分为三大块 第一个是基础知识的内容然后第二个是着重是项目实践第三个我们是关注这个面试的技巧 因为这三个其实对同学求职就业都是相关的都是缺一不可 嗯在基础知识这边啊我们是通过跟我们几百位已经毕业的学员的在他们面试过程中间啊 嗯问道的一些问题然后还要根据我们的理解啊整整理出来的一个知识体系框架啊 让同学在这个平时的啊学习中当中就把这个基础做的比较扎实啊 嗯把平平时的教学内容掌握了那么在呃面试过程中间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那就呃没问题 那比如说像我们聊到的这个啊PValue你怎么去解释第一类错误第二类错误是什么 然后那个IOC是什么AUC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在面试过程中间经常要遇到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基础知识啊 在我们的课程中间要着重的强调 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知识之后我们啊之前各个老师都已经弱干词强调要有这个business的sense 要从实践的经验中间啊去总结啊那么所以我们第二个大的项目就是啊八周的项目实践 前面那个是八周的啊基础知识后面是八周的项目实践 项目实践中啊又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cattle的啊就是竞赛 我们带着大家去做啊正在进行的cattle竞赛 第二个阶段也是就四周是我们啊带着大家做两个我们设计好的啊 是由第三方小公司给我们的啊这样啊的啊联合设计的项目 包括啊就是游戏广告的推荐系统包括啊电商评论的NLP啊 然后包括GIS地理信息房地产地理信息整合啊等等这样的四个项目 这样四个项目目的是让大家在具备了基础知识之后能够利用能够把这个基础知识应用到具体的行业中做通过做项目 来了解这个行业到啊中间的一些基本的逻辑 那么在面试的时候啊啊你就会了解这个啊大概的business 啊是怎么应应啊他的business requirement是什么 嗯第三个啊重点是我们的啊面试技巧 我们把它叫做临门联播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像我们嗯我们之前遇到很多很多嗯就是技术上很牛逼的同学啊 嗯但就是可能是因为技术上特别牛逼所以食材放矿 嗯根本不在乎这个嗯面试啊然后嗯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我们这边啊 推啊他就是因为技术特别牛逼了所以对communication的这些技巧 可能就之前就没有任何训练比如说发邮件 我们这边啊我有内推的消息我发给大家让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么要跟我回邮件要申请内推 那么这个内推的邮件这也是一个communication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大部分同学对于这个其实没有很好的认识啊 因为在标题中间就只是写一个球内推 然后在邮件的正文中间写一个如题 然后在附件上面写rismate 这这些都是在communication 在就是communication这边需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面试中间我们会讲到所有关于嗯申请面试面试之后 你要做哪些东西面试之中应该怎么跟呃面观交流 把这三个方面都做好了之后 然后啊我们通过我们校友的渠道和我们老师的渠道啊 啊我们的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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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学员能够顺利的就业 我们这一个流程是经过我们接近两年的实践 来证明这是基本上是有效的 可以说是非常有效 在这个项目时间中 我们Caggo竞赛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 四枚银牌 九枚铜牌 这个是在基本上北美所有的训练营 就是北美的所有的这个数据集训营中间成绩是最好的了 而且我指的是在跟美国本土机构竞争当中 我们都是基本上成绩最好的 大家如果对DataCamp比较熟悉的话 几个机构像这个governize像insight像这个data就是这个dataincubitor 这些东西这些几个机构 他们都是老牌机构 我们跟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水平 甚至我们还要超越他们 主持人 我这边这个介绍差不多了 对 那就是我们下一期的开课介绍 是我们3月18日开课 总共16周 像刚才说的分两个阶段 周前面八周的教学 后面八周的实践 然后还有职业辅导 从上课时间来说 主要是周六周日 每期时间的五点到七点 周末都要上课 那就是美东时间的八点至十点 平时周一到周四 我们都是有习题课和答疑 还有一些若干的小课 总共每周的时长应该是 上课应该是十小时左右 进行方式就是online用构图 比较跟我们今天的讲座形式差不多 好的 谢谢陈博士这个介绍 正好刚才有同学有一个follow out的question 就是说请问项目实践中 那个阶段开口竞赛是做哪个题目 目前开口上有四个fisher的项目 一个是dsbow 一个是fisher monitoring 第三个是google cloud 和youtube上video的相关的 第四个是卫星影像fisher detection 你好 Kaggle竞赛这个我们是要选取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 之前我们选过Airbnb的 然后是英国国防部的项目 还有其他就是正在进行的项目 这些项目中间 如果是这一期的话 这一期的我们就是也是正在进行的 我们会选择就是从时间上来看 满足在我们四周的培训之后 很快就能结束的这样的这个题目来做 而且需要考虑这个数据量 尽量做数据量 比较能够贴近工业实战的这样的数据量的项目 让同学能够就通过这个Kaggle的竞赛 就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这个数据科学 Data的project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好的谢谢 刚刚一个同学问了一下关于项目的课程的费用 以及付款方式和报名方式 那么那个话具体的话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就是Data App Lab上面会有具体的介绍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小助手进行咨询 我们今天主要还是cover这个就是实际干货一点 刚刚有个同学提到了 就是我们之前跳过了一个环节 关于数据科学中就是required skills这块 那么我们可能想请三位老师再进行一个补充的说明 然后之后我们就进入QA的环节 谢谢大家 好 对 刚才我们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需要的这个技能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我现在再去把细节再去补充一下 细节这一方面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分做技能和知识 对吧 那么第一个咱们刚才说了 Dominion Knowledge和 Business Mindsight 对吧 这个是你要需要的一些技能 Data Collection 是吧 这些全部都在这个知识树上 都已经给大家列的是挺清楚的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 真的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拿到这些这个 嗯 所有的技能 你根据你个人的兴趣 个人的能力 和你这个球技的方向 我觉得掌握三个 对吧 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好 我现在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技能再重新那个详细的这个阐述一下 好 那么我们来看Programming这一块 那么Programming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这里列的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是首先R Python 对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SQL 对吧 这里面其实是有错误的 就是说R Python SQL Java其实我们是是不太这个 Java是数据工程师需要的 那么数据科学家其实是不需要这个Java的 这个整个这个Site是说和数据相关的一些工作岗位 包括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和数据工程师 所以我们把Java也放在这里边 但是这个同学的问题 他是说要找数据科学家需要哪些东西 那我就把数据科学家需要东西把它给挑出来 好 第一个Programming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数据科学家要掌握东西R Python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数据操作的一些一些技能 这里边重点提一下就是big data system 就是所谓的分布式这个数据系统 包括Hadoop Spark 因为现在太多的这个公司 他们正在做转型 由传统的这个数据平台主管到 转到这个大数据的平台 所以他们希望新招来的人都有这种大数据的这个背景 至少大数据背景会对你来讲是一个plus 是一个加分的项目 好 那么下面一个技能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一些挡命的一些knowledge 就是你自己需要去pick up一个 就是某一个领域里边的这些挡命的一些knowledge 是吧 比如说如果你要对finance是感兴趣 那么可能你需要去研究一下fintech相关的一些technology 对吧 如果你是对电商e-commerce对吧 像amazon啊什么eBay啊这样的对吧 是有兴趣 那么你至少要熟悉 然后给他们这个整个这个商业流程 他们这个推荐系统是怎么做的 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去了以后 你可能会involve到一些推荐系统的项目 或者是研究一些用户的一些behavior 对吧 就是你要去挑 因为你不可能把那些全部都cover的 但你要挑一个给你背景相类似 你并且你有兴趣的一个领域 这边列了一些就相类比较大的了 就是比如说系统系统生物技术是吧 因为现在healthcare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healthcare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数据科学应用很广的一个领域 下边的话就是数据库对吧 因为咱们做数据分析 你对吧 你你肯定你需要一个一些技能啊 对啊 所以数据库的话是我们一定要要掌握的 包括seql如果要是能够扩展一些non-seql 就是noskl就是non-seql的这种数据库就更好了 因为non-seql这种数据库呢 大部分其实是和big data这个背景 是吧 是是关系非常那个紧密的 所以数据库这块的话就是我强调除了seql 你会的话 那么能不能稍微接触一下non-seql 稍微接触一下big data里边的这种分布式的数据库 我觉得会会是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加分 然后在我下面就是big data 对吧 big data 那么big data现在人人都在都在谈big data 各公司都在用big data系统 那么Hadoop和Spark你可以适当的学习一下 但是我没有跟你说你要去学Spark的scala这种变成语言 我也没有说你要去学Hadoop和Java的语言 因为这个没有必要 我我所说的数据科学家的big data的这个这个知识领域 只包含只包含比如说hive 你如果学了你如果是会seql学hive确实挺快的 并且你在简历上能够迅速的增加三个keywords 对吧 hive 然后是big data 然后是Hadoop 你学了hive之后这三个东西你都可以往上写了 因为Hadoop和别的东西什么map与六四拉 什么这个new time process什么 跟你都跟数据科学家都没关系 对 好 下边的话 统计真的统计是我们找数据分析师工作 数据科学家工作的一个基础 对 我建议大家都把以前学过那个统计再拿过来看一看 是吧 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工作里面用到的统计知识其实是非常basic 对吧 比如说数据的分布 对吧 你拿到一个项目之后 拿到一个data challenge的一个interview的一个question 你第一个你可能想到就是说我先做一下数据分布的分析 看看到底这个数据分布是怎么样一个一个情况 对吧 嗯 motion learning 对吧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个看家本领 data visualization data visualization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python里面会有一些tools 然后tabular 是吧 还有一些工业界比较公用的一些公认的一些一些这个啊 data visualization这些一些tools 你只要掌握啊一到两个就说明你cover这个技能 你cover这个这个技能的这个category这一类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communication和storytelling的话 我觉得这个的话真的就是希望同学平常就是呃多写PPT 然后这个这个不管你是学校里面的这个homework project也好 还是在公司里面工作也好 尽量就是能够找机会去锻炼这种技能 如果你要说怎么能够去训练这种技能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你需要就是说更多的嗯 去看一些这个别人的啊 啊PPT 比如像youtube上面经常会有一些一些一些小的一些啊 别人别人介绍什么是推荐系统 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去介绍的好 那么关于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知识 左边是你需要的知识这个类 右边的话呢是一些这些知识的一些那个细节 我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是说你的简历上面 你在写你的professional skill side的时候 我是希望看到就是说你的那个 skill side是分类的 对吧 比如说你可以把static放在哪一类呢 你可以放在数据分析那一类是吧 比如说data 对吧 然后你把你的统计 模式认定里面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是吧 然后把data data 的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你下边还有一个是database 你可以把你会的database都写在后边 对啊包括big data里面的东西 这样的话别人看起来说哦 你的这个你的sql side其实是严格的遵循一个数据分析师 数据科学家他所需要掌握的这个技能的分析 分类的这样的话 HR看起来会更轻松一些更更轻松一些 他可能不不看你后边就看你这几个分类 他直接给你一个封interview 因为你是满足他们的需求 好我大概就是讲这些 好好谢谢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就是QA环节 我我会share一下我的屏幕 刚刚把大家所有提问的问题在这边进行了一个 就把它栽出来 麻烦Jason切换一下我成 我自己可以 好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对吧 刚才有那个有同学问就是说关于这个我们的培训项目有没有industry partner 然后职业辅导 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这一块的话 我们的实际项目就是跟公司合作的项目 case interview data challenge的辅导 和一些其他其他途径的求职辅导 这是这个问题我就先回答了 其他问题的话可希望给我老师帮忙进行回答 第一个是 big data对小公司有没有帮助 小公司是否ready to pay for data science 你请问哪位老师这一个 我觉得小公司就是 怎么说呢 小公司需要的人才我觉得肯定肯定是就是 多种技能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 对吧 这个是那个小公司的对对这个员工的要求 当然你的这个技能越全面越好 至于说小公司big data我想澄清一下 就是2014年就是我在UCIA做讲座的时候我的确说过一句话 我说big data is big company state的就大数据就是大公司的那个数据 13年14年就是这种情况 但15年16年这个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现在几乎所有的这些staff的公司 只要他们想做数据 他们上来可能就会就会直接用这种这个 基于AWS的这种这个大数据平台 对吧 所以说大数据不但是大公司的数据小公司也会用 但是小公司他有他自己budget的这个限制 可能他会更选择那种基于Cloud 就是比如像Google Computing AWS就是Amazon Web Service 微软的Azusa 那么他们都是什么叫charge by usage 就是你用的多然后之后付钱多 所以他们会选择这样的这样的东西 OK这个就是我的回答 好谢谢 那么我们来挑一些共性的问题 比如说Data Engineer 需要和Soft Engineer合作吗 他们之前是通过Data Science连接吗 这个应该是刚刚Jason老师提到的 Data Project Life Cycle的时候 然后大家提到一个问题 OK 这个问题是给我的看来 OK 我就是那样 就这里边其实是有几个角色了 第一个是数据科学家 数据分析师 数据工程师 还有软件工程师 还有就是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之间 那肯定交流是最多的 因为什么 因为数据科学家要找你来要数据 对吧 就是在整个的Project Life Cycle里面 大家其实都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OK 好的 谢谢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刚刚讲到 可能在Life Cycle的时候 关于定义Hypothesis 请问是如何Define and Improve 这也是比较细节的问题 OK 看来大家对对Project Life Cycle 其实还是挺有兴趣 首先第一个 我很少看到有 有人去提DataSense Project Life Cycle 我觉得可能是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说 这个学科是太新了 是吧 大家用的还不多 没有人去总结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有点类似虾子摸像 就是每个人只看到大象的 那个一部分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作为 我们想入行这里边的话 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全局观 我来看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Define 是吧 去如果去设定你的假设和去 去improve你的假设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首先你要有几个步骤 你要有几个步骤 首先你要清楚Business Requirements 就是你最终的你这个商业效果 你商业需求是什么 然后的话 第二个的话呢 我觉得你要去了解你的商业过程 你们现在是怎么做的 对吧 你们现在是怎么 比如说你现在推荐系统 用的是协同过滤算法 是吧 对吧 你现在用的是协同过滤算法 那么你要清楚 OK 现在是怎么做的 好 你突然你有了另外一个假设 是说 我可以把我朋友的朋友 在Amazon买的东西 推荐给 推荐给这个人 比如把user的朋友的 把user朋友买的东西 推荐给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是你一个假设 你的假设的原理是说 你说既然他的朋友喜欢 他也可能会喜欢 对吧 你有这么一个假设以后 那么这个假设 其实是为了 给你这个推荐系统 增加一个新的一个features 就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一个思路 对吧 那么你下一步就是说 好 那你怎么去完善这个思路 那你就要去 收集一些账袍 那些数据 去验证你的假设 这个就是我们在 business requirements 这一块 我们怎么能够去定义它 好 非常感谢 接下来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 基本上我们刚刚也都cover了 我们就先过去 包括关于数据科技 在需要什么技术经验 以及data science data analysis 职能工作和申请要求 我们接下来是说 请问导师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当初的学习 求是经历吗 因为现在自学很多 工具和知识 觉得要学东西太多了 经历不足 也遇到了越来越多基础 知识上的瓶颈 我来迅速的说一下吧 就是的确 因为现在这个行业本身 是挺hot 那么有online的 是吧 有收费的 有免费的 然后还有这个学校里面 提供的这些 master's degree 东西是蛮丰富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数据科学可以说是 就是未来 包括人工智能 是最有前景的一个工作的 一个方向 对吧 那么对 但是作为一个求职者 对一个求职者 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是接受了大量的那个学员 大部分学员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能够在 比如我明年就毕业 我怎么能在一年之内 或者说我今天summer就毕业 我怎么能在半年之内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感觉就是思路应该是什么 思路应该是从工业率的需求 我曾经让我的一个学校 在15年做过一个项目 就是说他是UIC的一个学员 那么我就跟他说 你就去indeed的上面 帮我去做一个python的web corolla 去下载1000个data scientist 和data analysis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然后用NLP这个语言 把它给分析一下 你看看工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然后你就去 你会的你就画钩 不会的你就去学 所以你这样的学的话 你学出来的东西会马上就和工业界的需求相匹配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要说节省时间最有效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效的那个水平方法 好的非常感谢 接下来的话 可能这两个问题也是cover过的 包括数据科学分布很多方面 比如说data mining data analysis 那么重要工作的主要职责和区分 这个在我们之前公众号给大家做过一个仔细的区分 大家可以关注之前的文章 下一个问题是请问master page同学在找数据科学工作中 各有什么侧重 PHD同学应该怎么突出自己的哪些技能 OK 我觉得PID的学生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在2015年的统计 数据科学家拿到offer的人里边 其实只有60%是有PID的学位的 我觉得它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PID的学生 他本身就具有这个research能力 而且他本身的programming也非常强 对吧 我们在写论文做数据分析 写报告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去做编程的 所以的话 PID本身是有很强的编程能力和research能力 肯定数理基础也非常好 但是PID学生缺乏一个business方面的经验 对吧 你怎么能够去通过做开构 通过去做一些实际和实际应用相关的项目 去补充你在business方面的这个缺陷 这个是PID学生要注意的 至于说master 我觉得一个硕士生的话 我觉得可能首先第一个 你不要去太care 就是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这个区别 我觉得就是从数据分析师这个工作开始找 对吧 然后尽量能够去填充你技能里边的这个缺陷 包括编程包括数理基础 包括business方面的东西吧 对 我大概就是补充这些 好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 有两个合并的问题 一个就是说 AWS的certification是否有用 下面一个同学问了就是说 关于这个就业推荐有什么证书考 我觉得AWS的认证肯定对数据工程师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他们都用AWS这个系统 我前两天和一个Amazon的就是AWS的一个经理聊过 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认证 其中也包括Data Science的认证 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 是在计划当中 如果你要是说想去通过认证来去那个作为求职的这个 敲门专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知道那个Cordial 还有How it works 还有Data Break 这是在这个大数据里边最主要的几 这个Vender这个系统提供商 他们都有 他们都有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技家的这个certificate kit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再把这三个名字再重复一遍 Cordial Data Break 还有How it works 那么他们有数据科学的certificate 对 不过那个的话呢 就是他们其实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你可以自己做一下这个相关的研究 不过你拿了那个certificate的话 16年的情况我不了解 17年刚开始嘛 15年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能够拿到Cordial 或者是How it works 数据科学家的那个certificate 当时其实你拿到的certificate就证明你已经拿到工作了 其实很多公司就是你有那个就足够你去找工作了 但16年和17年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数据 对 肯定有certificate会有帮助 好的 非常感谢 接下来就说也是关于项目经验方面 要如何去找一些 要如何去找一些data science或者是based analytics的项目来做 怎么把所学的技能体现在简历中的work experience方 OK 刚才那个程老师已经说了就是数据技术学院那个8加8的训练课厂其中有一半是让你做project 这个肯定是一个方法 然后还有呢我想补充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Caggle作为数据科学的一个全世界范围内最公认的 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数据科学项目精彩平台 你可以去看一看里边有非常丰富的项目 对吧 而且还有奖金 对吧 你可以去参加 当然就是你得奖的这个概率是很小的 但是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加 对吧 至少你可以拿到企业级的数据可以做这个分析 这个的话 现在来讲如果你找数据分析的工作或者数据科学家的工作 你简历里面如果没有开口比赛的经验 我们只能是说你还没入门 就是就是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数据科学 对吧 如果你知道数据科学 你肯定你就会去知道Caggle 还有就是如何去找项目 这个的话我觉得除了Caggle以外 其实我们那个生活当中也有一些项目 我印象很深在达拉斯达拉斯达拉斯达特上斯 conference上面有一个来自于IBM IBM里面他们做那个Watson 就是IBM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就是那个系统 里面有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speakers 他可能就是在我后边吧 他是Arizona University的他上学的时候做了一个项目 就是研究他们学校里边老丢自行车 所以他就把他就去他就去当地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去当地的这个部门吧 就是跟这些officer谈 说这个去当地的police department 跟那些officer谈把这些数据 把把这个报案的数据给拿过来 然后包括地理包括时间 他把这些东西都做了一个分析 就他这个项目六个月的项目就是其实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Arizona University还有就是周边的那个city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决定因素 为什么那个就是IBM会会hire他 对其实你的项目就在你你周边 你可以去发掘一些周边的一些一些项目 好的谢谢 刚才还有老师强调说就是coding技能也挺重要 请问准备面时中有需要刷lecode的一些算法题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就是给一个准确答案精确答案 如果你要是做数据科学家的话 我建议现在你用python去刷lecode 那么你刷lecode的话不用 现在python题昨天有人告诉我说400多大 比我们原来刷题数多了多了多 但你真的不用刷全部的 你只要去刷那个就是ezy和vd 就是简单和中等的题目 但是你刷的时候 你也不要把简单和中等题目全部刷完 因为现在这题越来越多400多大对吧 我觉得你只要去刷什么 就是一个是sort排序 一个是sort搜索 ok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你要去刷一刷 当然这里边就是基本的一些概念 你还要知道 比如说计算复杂度 这个你就随便在网上搜一下 就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作为数据科技师数据科学家 你真的不用去刷所有的mecode的题 只要去刷搜索跟排序 这是截止到今年就是2月份为止吧 可能以后会有变化 但是到现在为止只是这些 非常感谢 这个回答可能能帮助很多同学 减轻一些压力 后面的问题就是 关于学商科information system 相对编程技术较弱 那么之前的工作又跟这个 data analytics相关不是很related 请问老师应该怎么找一份 entralive的工作 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很多东西就是因为 你没有第一份工作经营 你就很难开始找到相关的 不知道老师可以有些知道吗 对这个我们回答过很多次 这样的问题 就学商科的 对吧 那么他想往这个数据相关的工作去找 我觉得主要是三点 第一点 你在现在的工作范围内 现在的工作范围内 能不能跟你老板 跟你的同事 看看能不能发掘一些数据应用的一些机会 包括你现在是做什么 你看看能不能用一些数据的方法 比如说 就是你现在就 比如你可能你就是做一个 corporation operation 就是企业操作 就像白了 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工作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数据的统计 简单的一些分析 这是第一点 这是你的起点 第二点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扩展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是 比如说你是一家进出好公司 对吧 那么你们做一些进出业务 那你就可以朝着比如说电商 对吧 或者是 就是物流这方面去发展 就和你现在这东西是扩展的 是延伸的 是相关的 这样的话就是你原来这些经验 还都能够去用这上 对吧 比如说你 你现在是做金属口 那么你是可以做 data driven marketing 你可以做一些 这次就是 sipide chain 物流这些方面 这是你的扩展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就是说 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 你还去找安全来我的工作 我感觉可能会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就是公司这边也要考量 哎呀 你都毕业这么长时间 你这么这么多年 是吧 那么你再来安全来我 你肯定是拿我来当跳板 对吧 我干找一些技能 你就会去再去跳 对吧 我感觉就是说 你一定就是说 要把自己不定义成一个安全来我 你就是说 我有这么多经验 只不过我现在在我的sqside里面 增加了数据分析的技能 我会用sars 我会用r 我会哪怕说 我会用excel来给你做一个dashboard 对吧 你把这些技能增加到你的sqside里面去 然后在你同行业里面跳一下 那么的话 你就不再是一个安全来我 你进的时候就是一个 具有数据分析技能的一个相关的professionals 对吧 我知道很多的企业 他们在向数据转行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需求就是 有谁能帮我做一个dashboard 能让我知道我上个月卖的东西卖了多少 每个产品的消耗量是多少 哪个是增加的 哪个是减少的 哪个产品的增加比average增加要多 哪个产品是下降的 然后下一步就是说 看到增加和下降之后 下一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增加 为什么增加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企业是在看的 所以你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回头去找安全来我工作 就是在你现有这个领域里边 我就说第三点 对 这点我也稍微有个补充 我觉得其实大家有三个背景也不是坏事 因为起码你跟其他的专门纯学理工科什么学化学学什么的 你对他们来说 你的优势在于你真的能理解商业问题 因为你不管做任何的这种数据分析 本质上也都是要多么 knowledge 的 你得去理解如何能产生 business value 所以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给大家有一点鼓励和强心争 就起码你是具备了我们 data science 可能三个技能中的一块就是 business 的一个理解 然后再去补一些其他相关的就好了 就像杰森老师刚刚提到的 是一个增加一个技能的一个事情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老师就是有两个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刚刚老师提到了面试中有一轮的面试是 case interview 那么在准备这个case interview的时候有哪些技巧或者是说有什么资料推荐 我们本身来讲就是 data application lab 我们自己的training program 里边我们是收集了一些case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学员去面试对吧 那么他们每个学员去面试之前他们可能都会来找到我们 就是说哎呀我下礼拜有一个onside能不能给我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辅导 其实我们是帮助了很多的学员 所以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学员的这些问题 对我们是收集一些东西 但是市面上的一些推荐的就是别人公开的资料其实都不太多 因为这些有很多是那个公司的面试题嘛 不是太好的去公开 我感觉就是说像cluster上面是吧 他们应该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case的一些问题 你可以去看一看对吧 还有说回答技巧和注意事项是什么 我觉得case是一个open mind question 就是说他就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有发散性思维 是不是脑洞大开因为很多的时候吧就是公司的数据就在那放的 对吧可能数据都已经存了五年了就是没人去去用 对对那么我们就需要怎么说呢 就是首先如果你碰到一个这种case的问题的话 就是你首先你要跟这个就是面试官应该是有一个交流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linked的那个people you know这个这个feature 那么你可以问一问就是你对这个这个feature的定义是什么 对吧那么你一问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告诉你 哦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马上你就会得到一些那个提示 哦你应该沿着什么思路去问 然后第二个技巧就是说你拿到这个问题以后 拿到这个问题以后你你别慌你可以说 oh this is interesting you know questions I never think that before 你说了之后你可以沉五到十秒迅速的组织你这个思路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那个技巧 然后注意事项我觉得是那样就是说 你你还是充分的利用白板或者在面试的时候拿一张纸 把你的思路写下来呈现给这个面试官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作为一个international student 本来我们说的就不太清楚 然后呢我们有东一御西一御 很难能够让那个让面试官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那你就干脆在白板上吧 你可以写他不让你写你就可以写 他没有预备纸你可以现场拿一张纸拿一个笔 你说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思路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调调框框你写清楚 这样的话你写的时候你是一点点加的嘛 所以说最后你可以总结一下你怎么想的 这样的话这个利于利于 我觉得我见过很多人去回答问题 本来他就不知道怎么答 然后多一句西句最后很多点是非常有建设性意见的 但是他他他他就是多一句西句 所以我最后也没太明白 但如果你在纸上你写有这么一个论语论的 比如说第三条第四条可以归纳成第一条 第五条第六条可以归纳成什么东西 你把整个这个思维的方法一说 反而别人会明白你是你是怎么想的 对吧 后面那边你说你如何去那个练习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你去收集相关的那个case是吧 把这个收集几个case来 然后的话先练三个 练了三个之后 然后你把这三个去归纳出一个比适合于自己思维模式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套路 那么你把这套路一旦固定之后 以后 你处理任何的这个case的话 你都利用这个套路 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套路 把我个人套路突然第一个 拿到case之后 先问对方 OK 这里边你不清楚的几个重要东西 先问对方 对方在给你回家说就已经给了你很多提示了 就是他想要的答案在他回答你这个 第二个question就已经都告诉你了 所以你要迅速的通过对方的回答 能够去拿到这一些提示 这个第二个 这是我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里边的套路是什么 就是case 首先你想啊 我刚才不是介绍那个datasense project 那个life cycle 你首先第一个 OK 我们去哪去去找这个数据 这些数据有哪些这个特色 然后之后呢 我们有了这些基于这些数据之上 我们能对这个case做哪些 能做哪些工作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来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open question 没有正确答案 只不过对方是想清楚 你思维实际的清晰 你是不是有这种 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去解决 现实问题的这种能力 所以你自己要去 我再组结一下 你要去那个整几个case练一练 然后之后组结出一个 适合于你自己技能 你自己的bearground 你自己的思维模式 那么一个套路 一旦你把这个套路给拿出来 那么你就不会再害怕这样的问题 谢谢基谈老师 刚刚说的这个 真的非常有建设性意见 包括我们其实职业辅导中 以后有一节专门是讲logic structure 还有story telling的 就是其实包括不只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包括美国学生 他可能在讲准备case的时候 他也需要一个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这个体现一个他的一个沟通的技巧 包括跟团队协作 因为其实这个case study 就是反映了在工作中 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其他team member 去要一些你需要的东西 以及怎么去contribute to这个project 所以我们在职业辅导中 也会专门有一节 就是给帮大家 用一个有逻辑的方式 准备每个人不同的套路 就适合自己 大家思维模式一个套路 这是一个补充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可能 刚刚杰森老师有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就是不同学校开的现在 data site相关的program的一个比较 那么有个同学有个follow question 就是说那么学校的location 对于他们选择会有什么影响吗 首先听一下就是 我只去过东岸 去年吧 就是我跟同学在东岸 走了五个city师所学校 我去过西雅图 还有就是加州这些学校都去过 就我感觉就是location来讲 我也去过Texas 就是SMU那个达达斯那个学校 也有一个datacet 一个program比较新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就是location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数理科学 数理科学的工作有29% 这是大概15年16年的数据吧 有29%是在东边 就是咱们所说的什么 波士顿纽约是吧 DC马里兰就是这边 然后有大概36%是在加州 加州 有少部分是在西雅图 所以你会看到东边和西边 对吧 在加州就几乎至少一半 一半以上的工作机会 对吧 所以location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你选择在什么地方去学习 什么地方去训练 我感觉就是说 最好是东岸和西岸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加州你就业 找工作有帮助 谁都喜欢是local的学生 谁都喜欢 local学生来做 intern 好的 谢谢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 就是关于竞赛开口中的选择 对 接下来问题我们都回答过了 那么我看一下 现在也没有 有同学问是否会有录像 我们之后会有 会把这些老师分享的精华 以及Q&A环节的一些问题 做成一个文字的总结 发给大家 那么也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我们发邮件 或者是微信联系 那么今天就非常感谢大家 也跟我们多待了快一个小时 也说明大家真的是热情高涨 希望大家在本次的公开课中 有一些收获 谢谢大家 OK 谢谢Sarine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